中华英雄王洪祥现身实力验证太极能否实战 他学了人家一招野马分工 搏击丁传武那可是死堆头 要不是搏击的兴起 传武肯定还被人们崇拜着 但是正因为这种崇拜 传武跌落神坛 很快就遭到了所有人的唾弃 不少高手都想验证一下传武能不能实战 于是中华英雄王洪祥就是碰面了 成家沟太极学校的王炎主教练 两人进行了好一番切磋 王洪祥一拳打过去 王教练想要拿住他的手腕 甚至被王洪祥一个侧身控制住他的手臂 紧接着就是一套组合拳 王教练瞬间懵了 不过虽然太极实战有些水分 但是有些招式还是值得借鉴的 就如这招野马分钟 太极有着一定的残斗过程 于是王洪祥去掉了这个残斗 直接用野马分钟最后一个动作 瞬间KO了对手 传武能传承这么久 到底是有着精华所在 人们也着实不应该瞧不上传武 教练学会了其中的经典招式 武器高手的实力就能出飞猛进